好啦 那樣就 那個 西斯瑞文的活動呢 就 早兩天開始了 那就 因為 我想這幾天沒時間 打了第一次 就 清了關 就 其中一個帳戶清了關 那 現在就補回一個 這個影片就是 講怎樣去 打這個 活動 那 那 我還是試一試 不知道這麼低 這麼低的 裝備可不可以 首先講講 Johani G8 所有招都剩下 Omega 5星 那 這隻 其實在這個活動 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 我待會再講為什麼 沒什麼用 那 毛組 就 全部生命 有些速度 就給他一些速度 不太高 加77 然後 Odor 又是G8 那 那 就 我把他的招 普通攻擊 加了Omega 那 其他也不加 不加 不加Omega 加不加 隨意 那 我就不加 那 這隻 就 我建議 是 攻擊 套裝 那 就 有速度 那 如果 你 那個 攻擊 你的 武祖 有 攻擊力的話 就給他 那 很隨意 這個 沒什麼 無所謂的 可以 比較強 你喜歡 速度高一點 或者攻擊力高一點 這些 你 自行判斷 這個 OK 那 三角形 就 建議 攻擊 武祖 再 降 效力 三角形 我會 認為 是 攻擊力 或者是 攻擊力 十字 就 給他 效力 另外那個套裝也是給他 可以 按一下 應該可以 因為 沒有效力 或者其他 武祖 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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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納西 會用得比較 多 差不多 每一個 每一個層級都關他 那 不介意 就可以升高一點 那 這隻 也不怕升高 因為 將來都可以用得著 那 留一點裝備 可以不用 那 如果是 上升 如果想好打一點 就 他招隊長技 SATA 那 有人說 不SATA 那 我覺得 就有隊長技4 SATA 就會好一點 還有 這招 範圍技 都 Omega 那 我建議 如果你是 SATA 去 範圍技 呢 我就建議 是 爆擊機率 套裝 外加工 為了打 那個活動 給他一點 也無所謂 看看有沒有幸運 好 好 漂亮 無組不一定會超級快 夠用就行了 Lader這個也超級快 257 也很誇張 如果是奧納劑 還有兩個人物 鐸諾巴斯提 鐸諾巴斯提 建議是200多 這個也算低 223 效力至少有80%或以上 那就好打一點 其他招都儘量 Omega 這招可以不用SATA 因為隊長不會是 阿瑞文 整個活動的隊長都是奧納西 所以可以不升這招 如果只是為了這個活動 巴斯提 技能11 因為這招都不怕升 只是之後你也要用 技能HK47 技能11 這三招都是Omega 攻擊力會高一點 攻擊力會高一點 其他招可以不升SATA 因為都是那句 沒有阿瑞文在做隊長 這個模組 我選了 暴擊 傷害加暴擊 暴擊 暴擊 暴擊力 外加少少攻擊力 這個活動 要過關 其實不是太 太過難 是有些運氣 但是 最低也要好像剛剛G8 或者有兩個人物 G11 這樣就好打一點 第一個 層級沒有任何需求 他直接給你一隻碎紋去玩 但是基本上 這個層級是不需要技巧的 大家純粹看看他的型號 這裏大家的故事是說那個救救我那個武士 救救我那個武士的故事 說他被Raven和浩納西 在飛行中 一開波 在飛行中被敵人 下了救生艙 救生艙 如果沒有記錯 剛剛那個規格的就是奧多 來的 因為那件規格是Mandorian 那個族人用的規格來的 一開始就用奧納西 做隊長 這裏說 他們找到 祝哈尼 祝哈尼 是走路的 那他 他 在 這個星球 這個位置 你看這裏 這個位置 我們有一個叫做 就是他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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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做 叫叫做 說 如果你就能得去 沒有事 真是 咁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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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又會加入你 如果殺了他就殺了他 沒什麼特別 因為這遊戲是十年前 十幾年前 應該是十五年前 所以我詳細不記得很清楚 這裏就說他想拿西斯的地圖 應該是Starmap 有個叫什麼 就是銀河的地圖 因為他們想找一隻飛船 叫StarFord 給神經理有人找到他們 要打他們 留意一下 中間那隻 中間這隻 如果藍色 這個出到第三點 是 是他 他出到第三點 就是他出到第四點 這個可以選擇出一些 暴牽瑪 可以阻礙自分,不要讓他出道招 所以去到這裡就要好好善用 你的Stagger 像這個人仔的Stagger 你看他們的DM差不多滿了就扣掉弱條 一扣掉弱條就不能動 然後就好一點 不要利用這招Fear 因為你有了Fear就不要打他 你有了這個恐懼就不要打他 等他沒有了一個弱條 先打住其他弱條 先打住其他弱條 一到他回合過了 再打一槍 一槍就打死他 如果不小心的話是會死的 因為那個套路是 一到第三點 那個藍色的東西 你會一招打任何人都要死 不過是打一個人 如果沒有記錯 好 層級第四 第四 沒有記錯是打西斯的鬼魂 那這部分就是這隻 這隻鬼魂其實是可以反擊的 如果你有奧納西的鬼魂技 就好打一點 就像現在這樣 黏了這隻 這隻鬼魂 不過很難 很難 因為奧納西 有賽塔隊長的 你會有一點回復能力 好 接著來到這一部分 這裡 因為試了一個小時 都失敗了 我把奧納西的技能 全部升盡了 包括SATA 隊長的技能 看看有沒有好一點 現在再看一次 第五個層級 奧納西裝備10級 巴斯蒂和HK47 是11級 其他兩隻是8級 瑞文比利的G11 沒有組 所以 也是靠運氣 第三浪的敵人 有很大機會 會有很難 所以 也是運氣 現在我的兒子 都陪我 陪我一起 在這裡玩 有很難 大前提 都是 盡早去到第三級 第三版 看看 有沒有 太難 好 解釋 回到 點 點 點 這一次全多血了 看看好不好吵呀 有點暈了 兩隻都打不死 飛把劍出來 這個傻子阻了 因為碎文那招雷電被我用鬼了 唉 都是黑仔 因為奧多死了應該是打不到的 這次的傻子都不理他 都照示了 因為奧多死了 正常就是搞不完 因為會不夠持續傷害去扣那隻大佬的血 因為大佬不斷用提升防護 令到你很惡搞 而且奧多的招範圍技會減傷 即是減攻擊力 變成你整隊的生存機率會高很多 一炮彈 能不能打死 一炮彈 能不能打死 看樣子也有機會過得到 現在就是有隻朱哈尼死了 沒所謂 朱哈尼真的在整個活動中 我都說過是沒有用的 完全沒有用 現在只能打死這隻機械人 全力去攻擊這隻大佬 但在沒有了奧多的情況下 會非常麻煩 千萬不要打死旁邊的機械人 我之後要避免用群體技 現在只能靠HK47去... 靠HK47去... 去用大招 最慘就是敵人 現在最慘的敵人是... 沒有... 不能讓我再出大範圍技 他回回一點點防護有辦法 這次應該通過了 應該通過了 因為那隻機械人 弄到死亡印記 都... 都沒有死 現在就這樣通過了 傳說中最難打的一版已經通過了 你們看影片的時候應該會看到我 直接把這版本的過程給你們看 但... 我是... 割走了之前一整個小時不斷試 這裏就是... 預設了兩隻角色給你加上朱哈尼 但我絕對可以告訴你 這兩隻... 朱哈尼和喬利賓多是完全沒有用的 你只需要不斷打巴屍體 其他巴屍體旁邊會有兩隻機械人 那兩隻機械人是完全不需要理會的 如果你幸運的話 就會突出一隻巴屍體 因為... 這版本基本上不是你的控制範圍 因為... 你不能調整... 阿瑞文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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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有招出招 不需要特別理會什麼 那... 阿瑞文的... 如果你是有傢利賓多沒有死 你就叫阿瑞文... 幫忙去... 左攻擊 一發覺阿瑞文死掉了 你可以立刻重新來過 這裡只是看你有沒有幸運 因為... 看樣子好像會過得到 好... 差一點... 一打到... 如果你是有機會打到... 阿巴屍體... 他是... 出了死亡印記 而... 碰到... 你又... 很幸運 他... 無端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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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支援... 去... 呃... 就... 看來... 呃... 因為他有死亡印記,有時候會很幸運 這隻拼命都死了,拼得死就贏了 好,這樣就輸了 大家看到其實跟開Auto沒有分別,指著巴斯蒂可以試一試 果然不出我所有的拼命,拼命都會不喊瑞麟 沒辦法要贏了 總之這版本不需要...為了... 不需要為了過版而升,因為朱克尼根本在這裡 是叫做下一版有機會用他 但是下一版也不會太過難 因為下一版... 下一版是要對回救共和國的人 但是你擁有瑞麟和巴斯蒂,再加上HK47是不可能會輸 有些人說第一次過到版,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不幸運 看是他先動還是我先動 如果我先動,他有死亡印記有機會死 啊... 怎麼搞的 緊要回頭第二次才會被他回避 只要他一有死亡印記,砍他兩下就要死了 這次我試一下麻痺的機器... 咦?還是不行 可能我本身沒有升他... 效率不夠高 結果是死亡印記,而且是可以下降 之後是死亡印記 我先在那裡 沒辦法 我剛照電話 有什麼算ام 我還想到你 走錯 我 只能夠進去 一有死亡印記,就應該可以打贏他,所以不需要打那兩隻機閒 大家可能會好奇,如果打旁邊的兩隻機閒會怎樣呢? 那隻對巴斯體旁邊的兩隻機閒,如果打死了就會出來的 所以其實是沒什麼意思的 現在這一版就是... 一定要出這幾隻,不能讓你選擇 將會對戰其他光明面的一些角色 這裡有一點跟原著的... 有一點點...出入 奧納西,如果我沒記錯原本的遊戲... 奧納西是無論你是... 無論你是選擇了光明面或是暗黑面都會支持你 這裏我會推薦沙巴爾先打電,因為他會自動... 因為他會自動... 會自動... 挑釁 會阻礙你殺人的 他只能復活 絕地沒有事 這裡是沒有絕地沒有事,所以不用擔心 我覺得不會打到打敗 大家看見,是不難的 最重要的是HA47 可以看見,14萬攻擊力 因為HA47那招大絕對絕地沒有事會增加100%級 其實現在這個活動已經完成了 最重要是沙巴爾給你電了 他一電了就不能挑釁了 因為他會自動挑釁 這個也是絕對沒事 現在這把劍說去Star Forge 這把劍是沙巴爾的劍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Darth Malek Darth Malek是... Darth Malek是... Darth Raven的徒弟 但最後出賣了他 令Darth Raven被絕對武士捉了 令他被絕對武士用原力洗腦 所以才會有Darth Raven 影片到這裡 我猜大部份人都應該解鎖了 碎文 希望這條影片幫助一些過不了的朋友 謝謝你